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OpenAI去年11月推出了JetGPT 五天100万人注册 创下史上最快速五天的百万人注册的一个记录 就没有想到两个月 从去年11月到这个12月到今年1月 他已经突破1亿户 1亿户是什么概念 1亿户是史上最快速的光速 1亿户的概念 这个过去电话用了75年才1亿户 大家知道说从电话到现在两个月60天 1亿户是什么样的概念 即使Meta当初脸书都是用了4年6个月才1亿户 那TTAG用了9个月 已经是够令人觉得瞠目结舌了 但他用60天 那这个60天已经现在变成是全世界 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这种运用 这样子的热度 那结果呢 市场前几天说这个谷歌啊 将会是个大危机 重大危机对谷歌来讲 因为大家都用聊天机人去搜寻了嘛 就不要这个自己上谷歌了 就谷歌现在要推出这个学徒巴德 Bud 作为对抗微软 这个JetGPT的一个利机 结果呢 谷歌今天美银说什么 谷歌说 美银说这个谷歌要发表的人工智慧 AI服务巴德啊 营占JetGPP啊 美银立刻啊 把谷歌的股价 这个提高说可以大涨两位数啊 好说呢 谷歌将成为AI领域同业难以批敌的强大对手 那巴德是一个基于现有 谷歌现有的这个 那个LAMED 就是对话应用程式语言的模型 技术的聊天机器人 这个功能类似JetGPT 那美银马上出了这个报告说 看好谷歌 说谷歌股价可能会涨到120块美金 好像现在目前再还有10%的上涨空间 反正呢 现在只要跟AI扯上边的 全部都是大草特草了 那这种草 这种草当然好到台股就是这个高阶制程 高阶封装跟那个什么IP相关概念 所以你看到这两天创意啊 保瑞K 这个创意啊 什么四星KY啦 M31啦 金星科啦 全面大涨 涨得有理没理 我们今天正好请到财信双周刊的副总练 宏达到我们节目先上 宏达你好 是孟老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没有想到才过一个2022跟2023的交界 整个半导体翻天覆地 去年费半指跌40%跌幅那么大 今年从年初到现在费半指已经涨了25%了 对 这个很夸张 这个高速运算带来的这个机会又开始在反弹 对你怎么看这样子一个疯狂的这个疯狂的一个 等于说一个大翻转 这个如果你是看法作会的话 像这个AMD或英特尔 他们表现并没有这么乐观 但是但是其实如果你在是 看最新的话 这些大概现在的市场分两块 如果你搭得上AI这个热潮的大概高速运算的都是大涨特涨 你看NVIDIA涨多少 NVIDIA大概从100 30几% 对对100多 现在200多嘛 对不对 30几% 那你看Meta Meta如果你在悲观的时候头呢 现在的都涨至少一倍 所以这些领头羊 微软 微软还好 微软大概可能涨个这个从240左右涨到260 但他最近这两天在在补涨 对但是其实这里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OpenAI 其实真正的这个主导者其实是微软了 所以我们就沿着这个微软的这个相关供应链去看 那为什么最近台湾的这个半导体就一直在在冲这个呢 因为大家就在讨论说 哎逻辑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我以后呢 这个搜寻呢 我就不用我花五个小时搜寻 以后我只要跟这个这个聊天机器人说 哎你麻烦你帮我找这个韩国总统 过去所有的人每一个人的这个状况 他的任期他的主要证件 以后你可能搜寻四个小时的事情 大概十几二十分钟 就可以他帮你整理出来 他其实运算速度蛮快的 这个我上次搜寻过 大概你给他一个指令 大概差不多几分钟就出来了 所以大家的推论就是说 哎如果这样的话 那AI需求大增 那AI需求大增的话 我是不是还要回去买传统的这种处理器呢 那还是说我就定做一个ASIC 就是专门处理AI相关的这个晶片 我就不用比如说 如果原来传统的处理器 什么都能做 一个卖五千 哎我定做一个 专门拿来回答这个AI机器人的晶片 可能一千 那这样的话我两个搭配着用的话 那这个想象空间很大 所以你说这个创意啊 世心啊他们基本上是在为这个逻辑涨 但是这个要谈到说 这个trapout其实是最近大家才要来竞争的 所以这后面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他会不会发展出各个行业 比如说哎我就发展一个服饰业专门的这个 这个机器人专门帮你回答各式各样 哎你怎么搭配 我跟你建议也可以嘛 对不对 哎不过这个还要再继续发展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涨的速度是蛮快的 但是有没有操长都要想一下 我觉得未来很多人会失业 我直接想到这个问题 我最近看一部电影 这个很有趣 那个男主角是一心想上火星嘛 想偷渡上火星 就因为那个未来时代上火星的那个钱非常贵 那个票很贵 所以他就想办法夹在那个什么逃生商上火星 就他在上火星之前 他是在一个咖啡厅工作 就他的这个老板是机器人 所以等于说人是机器人工作 他的老板是机器人 不过我们跟那个分析师讨论之后 发现这个高速运算真的 现在他确实是有很sully的突破 很确实突破 我跟各位讲一下说 我们大概在过年前 跟这个同爷一起吃饭的时候 大家就在谈 哇这个事情真的严重 你看比如说每边我们画一个图 现在其实你叫那个已经有自动画图的这个AI了 你就跟他说 我要一个比卡索风格的这个花瓶 他就可以帮你自动产生 然后你再去帮他为一条 那你看这个 那个谷歌跟谷歌跟Meta都有这个软体了 对啊那我自己也有去试这个AI的这个机器人 他厉害说我想要写程式 我不会写程式 我就跟他说那你麻烦你用这个Scratch语言 帮我画一个语言 他就告诉你这个程式12345怎么画 然后我要做复杂一点 我要做一个设计游戏 他可以告诉你说你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要做什么 那更进阶 比如说你要写履历表 或者是说你要这个 你已经写好程式了 你不知道错在哪里 踢上去 他帮你改错 他还帮你去bug 对啊帮你离bug 所以这个威力是在这里 所以大家这个对于高速运算的认为 这个云端哦 至少有这个支撑 他是相当强劲 那以后人会不会废了 这个昨天我们来讨论这个很激烈 那觉得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人跟机器协作这件事情一定是越来越明显 就是说 那你可能以前 以前你可能比如说20个每边 但是现在我可能是三个每边两个每边 搭配100个机器人 那机器人去产生之后 我再去调机器人所产生的东西 所以像像我看这个AI机器人之后 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了 那以后问对问题很重要 因为你怎么用这个AI机器人 比如说我们昨天在讨论 很多学校开始美国学校在讨论 要不要在学校内禁用AI来帮你写论文 但是 AI写论文太可怕了 对啊 你产生一段我要做文献探讨 这个会不会有抄袭的问题 是 但是就有人说 以前你刚有Google搜寻的时候 大家也说 你怎么不去图书馆了 你知道这个引述 学术论文引述都是要写你出哪一本书 第几页什么的嘛 你不能引述维基百科什么的 但是有些事慢慢有改变 所以这带来的冲击确实是相当大 据我知道什么叫抄袭 连续13个字完全一样就叫抄袭 学校AI帮你改一改 连续13个字完全一模一样就叫抄袭了 好那回到台股的话 就是说您觉得这样子的这个半导体 现在目前看起来的状况 是不是真的已经进入到牛市了 因为费半值也重新站回了年限之上 所以是不是真的空头已经走完了 我想我们还在观察 接下来是不是有更明显的一些订单进来 就是回到上一次 那个台积电法说会为哲家所讲的 他说 是不是V型还要需要更多的证据 但不会是U型 他的意思是说 那会回来 大家都认为是一季比一季好 但是当他回来第四季的时候 能不能回到过去的高点 这是一个问题 那第一季因为工作时数比较少 对不对 第二季工作时数差一定比第一季好 第三季开始要备货 准备第四季出货 所以一季比一季好 这个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好到什么程度 现在的股价反映到哪里 这个要讨论 但是就回到刚刚我们讲AI的 那个热跟不热 两个其实是会差很多 可能是看不同的领域 就会不一样 对 因为毕竟现在目前量缩 你跟过去这个2021年 那时候日均量四千亿比 现在目前两千亿不到三千亿 这个量缩 所以资金会更有效率的去找 特定的标的 特定的族群 他不可能百花齐放 对我觉得并不是说每 就是像过去两年这样 每一家都好 我觉得恐怕不是这样的状况 即使在半导体里面 他可能也找特定的 应该是特定的 所以这个可能今年的一个投资 我觉得一个主轴逻辑 可能就是变这样 那回到就是说 Intel的财报公布法 Intel的法说之后 股价大跌 这个Intel一度跌了超过 一开门都跌了超过一成 后来又拉上来 那你怎么看 为什么Intel这么差 但是呢超微却是相对乐观 那台积电的股价大涨 这其实在整个半导体族群里面 又出现了这样的不同的情况 其实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结构性的改变 因为我去看一个数字 各位去比较台积电 去年第四季 跟Intel第四季的这个营收 其实台积电的营收 已经远超过Intel了 但是我们去年初做了一个 半导体50年的回顾 1995 好 宏南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稍待一会儿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好 那个Intel的CEO 季星格 在去年他讲到说 未来50年最大的战略物资 就是晶片 他讲说未来50年 他个人看最大的战略资源 就是晶片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半导体 就跟台阶有关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 有问到这个问题 但他也知道就是说 Intel现在处在一个 劣势的情况之下 那他要怎么样力挽这个颓势呢 这个要请教林宏达 来告诉我们 就是说你现在观察的一个方向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大的结构性的转变 我觉得各位还是要注意 就是说 我们去年初做半导体 50年的时候写 就是说1995年到2020年 全世界营收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都是Intel 但是各位去看 2022年第四季的营收 台积电跟Intel 已经差相当多了 而且获利呢 Intel的毛利可能30几 台积电是大概 几乎是五六成嘛 对不对 高 所以两个差距这么大 那在这个时候 其实台积电还空出了一个产线 他希望Intel也来当他的客户 但是到目前为止 就我的了解了 Intel并没有 这个很确实把这个订单给他 那你从结构上来看 这个台积电为代表的 晶圆代工的这个产业 跟Intel 我们可以说他是最后一个idea 就是说 几乎大部分东西都自己做 都是要自己做 你又处理器 绘图晶片 我都是挂Intel的 Intel Insight以前 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可是 我前天跟一个产业大佬聊天 他就是说 这个他是蛮单 他其实就是认为说 这个Intel有两个最大的阻力 第一个就是在伺服器这边 这是Intel以前很大的经济母 Intel在伺服器以前的试战率 是95%以上 几乎是独占全拿的 就七月端的部分 可是现在Arm在 Arm的阵营 在伺服器这边的试战率 已经大概有10%左右 而且不断的在增加 因为我用电的效率 其实是比较高的 那如果我同样的电 同样的成本 我可以产生更多有效的运算 他就慢慢慢慢产食 这个是这边 在PC这边 因为AMD跟台积电合作之后 他就会吃了大补完一样 他可以在高效能的处理器这边 也跟这个Intel 在这个PC端这边竞争 那这两个夹击的话 那Intel很多他想要 比如说我在绘图晶片 我又碰到NVIDIA 那NVIDIA是竞争对手 你说我要做代工业务 那我怎么 NVIDIA要这个全力给他单 好像机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各个领域看起来 Intel都有一点挑战 问题是Intel美国政府在扶持 美国政府在给钱 总是希望他们自己 还有一家IDM的这个厂 但是我看到有一个 更重要的这个趋势 就是台积电背后 其实苹果可能会把 越来越多的晶片 就仿效这个模式 苹果吃到了甜头 有一个关键数字 要先讲一下 就是说去年的第三季 这个PC前五大的出货量 根据IDC的报告 那个苹果光在这一家 它的出货量增长了40% 那前五大的 其他四家都衰退 那苹果用的是自己的晶片 它的处理器 是它的M1 M2 对不对 这台积电所制造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对苹果来讲 这是大补 我自己制造 自己设计 叫台积电制造 然后我的这个毛利会比较好 然后我还不断的 这个吞食市场 你知道其实苹果的 Notebook其实是没有风扇 因为它非常的 它散热其实没有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 其他的人就开始下滑 说那就开始担心说 那如果依靠这个 Intel的PC的产业 会不会开始出现一些 结构性的转变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施政隆先 我记得好像上个月吧 他不是讲说台湾的PC业 最终一定要转型吗 现在就要积极开始转型吗 他说宏基已经开始在转型 说未来这个宏基非PC的营收占比 会大幅的上升吗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那问题是台湾的这个电子舞歌 都是在做这方面代工的啊 是 所以变成这个英雄内战 这个台湾 这个两边都是跟台湾的产业 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我们的了解是 苹果还有其他的公司 都会越来越多的开 他自己专属的晶片 比如说苹果开了处理器晶片这么好 那我是不是 其实网通的晶片 或者是手机的基屏 或者是其他的部分 我也可以自己来发挥一下 甚至我还最近还听说 记忆体 搞不好苹果也会想 把他的这个设计 把它优化更符合苹果的需求 如果那样的话 那个半导体的生态 还会有很多的改变 所以虽然有美国政府 是支持英雄没有错 但是这个台积电后面 苹果还有各家厂商 想要自己掌握半导体 晶片的力量也是相当大 好 那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说今年1月 立法院三读通过了 气候变迁印法 对不对 马上要开始磕增碳碎了 碳飞 我知道首波列入了 有287家的厂商 大概就是二氧化碳 一年排放2.5万当吨的 这个当量的 2.5万当量 2.5万吨当量的 这个公司会被列入 在首波科碳碎 那另外欧盟的那个CBAN 就是这个碳 碳边境调整机制 也马上要上路了 试用 应该就今年开始要试办了 所以这个对台湾整个 所谓的这个零碳 或者说减排是一个很大冲击 尤其对产产 看起来是一个蛮大的冲击 所以大家都一直在想办法 一个也马上就盘点自己的 这个碳的这个状况 另外一方面就是想办法要 享用零碳的能源 这改变其实有很多种 有些人都觉得说 我们本来是比如说烧煤的 或湿到天然气的 那怎么办 比如说台积电好了 我们这一次有采访他 就说那你怎么面对这个状况 台积电有一个方法 比如说现在有一种东西 叫做零碳天然气 我烧天然气 其实实际上 它还是会排除氧化碳 但是我可以去买碳汇 就是说有其他的人 去造零植零 所以他会得到一些权证 可以说我可以 你买这个权证的话 我就可以抵消 因为你产生了氧化碳 所造成的损害两个综合 买碳权 碳交易就对了 对碳交易 那这种买过 有相当的这个碳权 可以去抵的天然气 叫做这个零碳排的 这个天然气 那台积电 其实从几年之前 他就开始在 他就开始买进这种东西 来降低他的碳排放 那在我们台湾 其实也有另外一种做法 比如说我火力发电厂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当然 也不可能说 我一下一夕之间 就把它换掉 但是我可以比如说滤氢 就是没有 我是用再生能源 所发的氢 这个氢气 我把它加进 那个火力发电厂里面 一起燃烧 我可以降低 我不是完全都 就只靠这个石化能源 去烧 我可以加一些 没有 没有碳排的这个燃料 进去稀释他的这个碳排的状况 所以有很多种做法 那台积电 我看到你写一篇说 用电大户 大数据减碳 连供应商也不放过 就是他要整个供应链 也要开始 往这个减碳这条路上走 而且据说 未来达不到标准 台积电订单就不下给他了 对 这个压力应该蛮大 就是其实台积电 就我的理解 第一步就是先盘点 我整个供应链 他不是说只是我自己的用电 他把它分成三层 我用电产生的碳 我制造所产生的碳 以及我整个供应链 所产生的碳 比如说 我这个总有供应商要运 这个盐酸 硫酸 到厂里面 这个也是有碳足迹 中间有车的话 也算碳足迹 那他就一层一层来 第一层当然就是 要节省我自己需要的能源 那第二层就是说 我尽量替换 我把我用的 就算要用电 我也用绿电 然后呢 然后我自己生产的设备 我就尽量改善 他们有设一个目标 到这个未来几年 要至少降两层 包括EUV在内 那第三层就是说 这供应商呢 我们就辅导他 一方面先让他了解自己 一起去盘点 先了解嘛 了解了之后 哪边是 如果是这个高能耗的 这个供应商 要求他要去参加一些认证 参加一些改善的计划 那一步一步 就是要让整个供应链 从这个晶圆的生产开始 到最后产出 变成产品 封装外 他都可以这个 变成低碳 越来越绿 因为我据我了解 好像苹果啊 B&W啊 这些国际大厂 都要求他们的供应 在2030年 要做到净零排放 就要做到碳中和 2030年 所以很急迫 所以怪不得台间 要去买那么多封厂 卧序的买下来 然后达德的买下来 我算过他这样一买下来 这两个封厂 大概差不多 就四十几亿度电 一年 大概占台间 差不多快二分之一的 一个发电量 就是用电量 但台间每一年的 用电量还是大幅成长 是啊 对不对 但是我可以把 我现在就算 用传统的能源 我也可以把它换成 已经买了碳权的 抵消后的 经过碳交易之后 抵消过的 传统能源 但是台积电 因为它是大厂 所以它一定要 赶快去符合 未来的标准 就怕将来没风 买了风厂 不会转 没有用 现在还有很多方法 不然人去转 地热 地热 这个看起来北投 有开发的机会 各种方法都有 好吧 不管怎么讲 大家可以注意 所谓未来的零碳排放 这个事情 我觉得会是 也是像电动车 或者我们刚刚讲 AI 就未来长线 十几二十年 一个非常重大的 投资趋势跟方向 非常谢谢 林鸿达副总编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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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鱼排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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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